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设置组 走进白俄罗斯共和国 在首都明斯克的圣地广场 了解这座英雄城市的历史 那个勋章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军事最高级别的勋章 就是在纪念碑上面看到的五星勋章 走进白俄罗斯游艺之家 感受白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友好与热情 每次在一些重要的会见的情况下 我们都要交换一些礼物 拜访白俄罗斯老兵 听他讲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支援东北战场的故事 这上面还有卢卡申哥总统的一个签名 亲笔签名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244集 钟白两国情深异常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速从北京出发 经过九个多小时的飞行 来到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 白俄罗斯共和国位于东欧平原西部 国土面积20.76万平方公里 人口948万 白俄罗斯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一 东邻俄罗斯 北与拉脱维亚 立陶宛相邻 南邻乌克兰 西与波兰交界 地处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的交界之地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枢纽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国家 白俄罗斯地处 北纬51度到北纬57度之间 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 气候凉爽一人 全国三分之一的领土被森林覆盖 大小湖泊上万个 有着欧洲之匪和万湖之国的美誉 首都明斯克市 是我们在白俄罗斯采访的第一站 这是一座有着950年建成式的花园城市 地涅薄荷上游之流 斯维斯洛奇河 从城中蜿蜒穿过 街道呈旗盘状纵横交错 整洁干净 大部分建筑以白色 米黄色 浅粉色为主 看上去整齐素雅 白俄斯首都明斯克 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 明斯克有着900多年的历史 但是在二战的时候 这座城市几乎是成为了废墟 而我们现在在市区当中看到的 这些建筑物呢 都是在二战胜利之后修建而成的 我身后的这条大街 是明斯克的独立大街 全长12公里 它横贯了整个明斯克市区 同时也连接着胜利广场 十月广场 以及独立广场 我们了解明斯克呢 就从这条美丽的大街 和它的三个广场开始 横贯东西的独立大街 是明斯克市区 最主要的交通主干道 独立广场 十月广场 胜利广场 自西向东 向三颗美丽的珍珠 把独立大街串联起来 向岛阿纳斯达西亚 首先带我们来到 位于独立大街东端 四位斯洛基河畔的胜利广场 胜利广场长225米 宽175米 虽然在三个广场里 是面积最小的一个 但因为它是白俄罗斯 历史的一个缩影 外地游客来到明斯克之后 会把这里作为首选的目的地 那这一个胜利广场 它修建于什么时候 这个胜利广场 它是1947年建立的 然后大概战争结束之后 两年之内 然后是为了纪念 战争主牺牲的历史 其实这个广场 看上去不是很大 最醒目的就是 我们身后的这一个纪念碑 也是为了纪念 这个牺牲的历史 然后也是代表 就是白人对这个战争的纪念 阿纳斯塔西亚 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大学期间曾作为交换生 在中国南京大学学习一年时间 他告诉我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作为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 白俄罗斯饱受战火虽惨 战争之前 明斯克还是一个 有27万人口的大型都市 到1944年7月3日 明斯克解放时 全城只剩下3万人口 所有的工厂 电站 以及80%的建筑 都被彻底毁坏 1945年5月9日 魏国战争胜利后 明斯克重建 成为今天这样一座 花园式新城 那这个胜利广场 会经常举行纪念活动吗 是的 每年5月9号 是我们的胜利日 包括7月3号 是我们的独立日 在这个地方上面 都是会举行缘并 或者我们总统 还有其他领导生 会到这边过来 选花 明斯克是苏联时期 12座英雄城市之一 1965年5月8日 魏国战争胜利20周年前夕 苏联受于魏国战争时期 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 12座城市和一座要塞 英雄城市和英雄要塞勋章 明斯克就是其中的一座 胜利广场两侧 是除明斯克外 另外12座英雄城市和要塞的石碑 在这个石碑上面看到 有一个勋章 上面是城市的名字 对 这是哪座城市 这是摩尔满茨科 这是一家俄罗斯的城市 那个勋章 就是我们说的 那个军事最高级别的勋章 就是在纪念碑上面 看到的五星勋章 对 这也是一座俄罗斯的城市 图拉 图拉 对 后面就是新西伯利亚 在后面我们看到那个奥德萨 乌克兰的 对 然后就是基辅 基辅 乌克兰 莫斯科 莫斯科 广场北侧 是俄罗斯 乌克兰 和白俄罗斯的另外六座城市 和要塞的石碑 这其中就包括 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要塞 这个布列斯特要塞 就是靠近布兰那边 然后德国军就是从那个地方 进入白俄罗斯 那就是布列斯特要塞 打响了魏国战争的第一枪 第一枪 对 继续向前 纪念碑前的广场中央 是象征烈士 不屈精神的 长明圣火 阿纳斯塔西亚介绍 除了首都 明斯科 在白俄罗斯的很多城市 都有这样的纪念广场 和长明火 什么时候点燃的 这个是1961年点燃的 1961年点燃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熄灭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熄灭 那这个长明火 它代表的是 它代表我们对牺牲的 战士们纪念 在广场上 我们遇到的 从白俄罗斯 另外一座城市 维杰布斯克 千万名斯科旅游的一家人 就是他们小孩 昨天过生日 他们带他到那个 学生类院去一下 你好 你几岁了 啊 几岁了 五岁了 跟镜头打个招呼好不好 你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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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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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的前一天 是维卡的生日 全家人在去 附近的儿童公园之前 特意来到胜利广场 是不是白俄罗斯人 只要来到明斯科呢 都会到胜利广场来看一看 我认为是 有趣的 当然是历史 是的 因为这是我们的历史 所以部分都会过来看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 有历史 是的 然后他说他们在维加布斯科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 战争纪念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维加布斯科 他们也常常会看一下 类似于这样子的广场 去看一下 走过长平火 我们来到纪念碑前 基座上是一把胜利之剑 胜利之剑上方 是一幅表现 魏国战争胜利场景的浮雕 这个雕刻的是什么内容 你看这个雕刻的就是胜利那天 魏国战争胜利的 对 就是1945年5月9号那天 大家都很开心 小孩也很开心 上来献花 地下 下面的这个是写的 就是谁雕出来了这片 就是这个雕塑家的名字 雕塑家的名字 那这些雕塑呢 都是白洛斯的雕塑家雕刻的吗 是的 魏国战争浮雕 纪念碑的四面各有一幅 东侧的浮雕上 一位小女孩在为战争中 牺牲的烈士献上鲜花 表达后人对心里的怀念与崇敬 所以说在这个浮雕的下面 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鲜花 这是什么花 这个是康乃心 红色的康乃心 其实在中国的时候 给烈士们进献花篮 选择的花朵的颜色 会比较素雅 比较淡一些的 那在这边 我看全部都是这样红色的康乃心 红色的就是代表那个鲜血 代表鲜血 那这个花篮呢 上面写的是什么 俄罗斯的记者 宗中北极方的那个烈士 缅怀先烈 是这个意思 阿纳斯塔夏说 魏国战争期间 白俄罗斯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做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70多年过去了 但是白俄罗斯人 始终没有忘记那段历史 以及那些在战争中 牺牲的烈士 那一般啊 都是什么人会来到这边 送花来 这是一个外国的记者 外国的记者 还有外国的领导人 然后我们普通老百姓 也可以过来到这边 那什么时候呢 那部分都是5月9号 还有就是比如说 我们这边男女结婚的时候 我们也会过来到这边 献花 就是办婚礼的时候 也会到这边来献花 也是就是有一种尊重 就他们的纪念 尊重 圣礼广场上 不时会有人前来拍照留念 他们当中 有白俄罗斯人 也有外国游客 这位朋友们来到 那为什么 您的朋友第一次来 您要带他到 勝利广场来看一看 安德利亚和他的俄罗斯朋友 两人年轻时 同在福尔加格的学习 住此朋友来明斯科 安德利亚特地陪他 到胜利广场参观 听说我们是来自 中国的设置组 安德利亚更加热情 我们很高兴 我们很高兴 欢迎过来 这是一种 знаковых мест Беларуси и вообще бывш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他说我们很欢迎 中国人来到 我们国家过来 因为俄罗斯 和俄罗斯 和中国都是 有一个国家 Спасибо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ваш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Россия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Беларусь дорога восток запад 他说欢迎 一路一带 那您二位 也了解 这个一带 一路倡议吗 вы вообще знаете что это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конечно конечно велики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который даст развитие с востока на запад и с запада на восток 就是想对 这个一路一带 它可以促进一下 从东方这边的交易 回来到这边的西方的国家 来说 就是各方面的就是 会促进交流 促进交流 经济文化上面的交流 站在纪念碑前 往上望去 高达四十米的纪念碑 直刺苍穹 纪念碑的顶端 象征英雄城市的五星勋章 在蓝天白韵的应酸下 更加信物 中国和白俄罗斯 虽然相距遥远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白两国人民 同仇敌开 并肩作战 苏联红军中的 白俄罗斯级将士 曾远赴中国 参加打击 日本侵略者的空战 和解放中国东北的战役 中国的唐夺将军 也曾驾驶飞机 参加解放明斯克的战役 中白两国人民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结下了 用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 站在胜利广场上 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 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值得每一个人珍惜 在离开胜利广场前 我们是这族一行 也向反法西斯战争中 牺牲的烈士献上鲜花 表达我们的敬意 与缅怀之情 走进白俄罗斯游艺之家 感受白俄罗斯人 对中国的友好与热情 每次在一些重要的会见的情况下 我们都要交换一些礼物 拜访白俄罗斯老兵 听他讲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支援东北战场的故事 这上面还有 卢卡申特总统的一个签名 亲笔签名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244集 中白两国情深异常 正在播出 我们远方的家 《一带一路》设置组 来到了胜利广场旁 扎哈罗夫街上的 白俄罗斯友好协会 白俄罗斯人亲切地 把这里称为友谊之家 今天在这里将要举办一场 中白友好的联谊活动 在活动开始之前呢 我们就提前到达了这里 一起先去了解一下 白俄罗斯友好协会 白俄罗斯友好协会 位于扎哈罗夫街28号 距离圣米广场不到100米 这是一栋有着 70多年历史的建筑 名叫游易宫 又被人们称为友谊之家 我非常欢迎咱们 CCTV4号的那个 远方之家栏目组 来到我们的友谊工 这是我们的 也是白俄罗斯的友好之家 谢谢您 感谢您邀请我们来 来到友谊之家做客 伊万诺瓦女士介绍 白俄罗斯对外友好协会 成立于1926年 早期是一个民间机构 直到1960年 才有了专门的办公场所 白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 成立于1960年 是白俄罗斯对外友好协会的 第一批分会 伊万诺瓦女士告诉我们 50多年来 中白两国之间友好往来密切 大唐柚子的掌柜里 这一件件来自中国的礼品 就是中白友好交往的见证 这个长城呢就是第一个 由我们那个友好协会 发出的邀请函 到达白俄罗斯的第一个代表团 什么时候 刚才的 哦 这比较30年 30年前来的第一个代表团 伊万诺瓦女士说 中白之间的友好交往 从1992年两国建交之后 进一步加深 2012年 中白建交20周年之际 她和很多白俄罗斯人士 撰写文章 回忆和中国友好交往的故事 汇集成书 这本白俄罗斯人看中国 在白俄罗斯出版 收藏在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她写了 这一文章 我写了 但我写了 早前一文章 章 宇晨大师 吴宏斌大师 祝于最正常的感谢 工建委大师 路过程大师 伊万诺巴女士介绍 1986年4月26日 地处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交集地带的 切尔诺贝林核电站发生爆炸事故 约有60%的放射性物质 飘落到白俄罗斯的土地上 白俄罗斯东南部受灾严重 事故发生后 中国政府和人民通过多种方式 向白俄罗斯提供了援助 первая помощь из Китая поступила именно через эту организацию это были медикаменты это были игрушки для детских домов Гомельской и Могиле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это были медицинские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ну да много чего было кроме того для переселенцев были переданы деньги которые на первых парах помогали им закрепиться на нов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переселенцев это те кто выселился из Чучу Могилской зоны 兄弟之情 胜过所有财富 这是在白俄罗斯 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 伊万诺瓦女士说 她从1996年开始 到白俄罗斯友好协会工作 20多年来 亲身经历了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 也见证了中白关系不断发展 走进即将举行 中白交流日活动的友谊工打听 为来宾准备的一把把木椅 已经摆放妥当 大厅的色调 与我们之前在白俄罗斯街头 所看到的一样 也是白色米黄色 看上去干净典雅 迎面一幅巨大的壁画 格外羡慕 壁画上森林 野牛 制作民族服装的白俄罗斯妇女 展现出白俄罗斯多姿多彩的一面 谈话间 陆续有参加活动的嘉宾 来到友谊工 您二位是 那为什么您带着学生来参加这个活动 为什么今天 同学们和学生一起来 他收到这个邀请之后他就觉得应该让我的学生也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 所以就带着他的学生一起来了 他知道在我们的国家跟中国有着非常强烈的紧密的联系 然后有着非常多的合作 然后所以他想更多的更多方面的了解一下中国 所以他就过来了 担任这次联谊活动翻译的张鹏 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 之后到明斯科国立语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毕业后留在白俄罗斯工作 至今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 他告诉我们 这些年来 他切身感受到了白俄罗斯人对于学习中国语言 了解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活动即将开始 有一公里人越来越多 他们当中有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感兴趣的白俄罗斯学生 有在白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 还有为中拜两国交流 做出贡献的专家学者 听说还有几位参加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二战老兵 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我们连忙赶去迎接 我看您胸前挂了很多的这些宣章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些宣章都是什么 看到您有很多宣章 可以让我们解释 有什么特别的宣章 这些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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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两个宣章 是二战的时候的宣章 然后这个和平奖章 是由咱们习主席 亲手 搬给他的 这还有跟习主席的照片 老先生的手机 屏保的图案 就是习近平主席 在2015年 访问白洛斯的时候 给您颁发奖章 奖章的时候 拍摄的这个照片 对 这是2015年 旁边是 卢卡申特 卢卡申特 对 70多年前 在遥远的中国东北 包括爱拉斯特 费德罗维奇 和伊万 阿列克西维奇 在内的一大批 白俄罗斯将士 与中国军队 并肩作战 英勇打击了 日本侵略军 虽然时间久远 但是当时的 很多情景 两位老人 依然还能 回忆起来 之后 之后就给派到这个远东的战场 跟那个牡丹江 去牡丹江满洲里 曾经是支援中国抗战争了 他说记得当时因为牡丹江这个城市非常难说 他们还给牡丹江城市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两位老人遂已是高龄 但收到邀请后 依然能前来参加钟白交流日活动 我们满怀敬意 跟随他们 我们回到友谊宫大厅 参加即将举行的钟白交流日活动 友谊宫里感受白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拜访白俄罗斯老兵 听他讲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支援东北战场的故事 这上面还有卢卡申哥总统的一个签名 亲笔签名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244集 钟白两国情深异常 正在播出 由于公礼 前白俄罗斯主中国大使布里亚先生 简短致死之后 白俄罗斯国立大级学生德里特里 首先为来宾朗诵了唐朝诗人梦娇的游子吟 游子吟 游子吟 刺目手中献 游子山上衣 人情秘密帮 一孔赤指挥 水眼寸草心 宝德 三船位 谢谢 同样下中国诗歌的纳乌姆加里别罗维希 是白俄罗斯广播电台台长 他把唐诗翻译成白俄罗斯语 现场用白俄罗斯语朗诵离手 由他翻译的杜福的诗歌 人生不相见 动如身与伤 今夕复何夕 供此灯煮光 纳乌姆先生用白俄罗斯语朗诵的这首 赠伟八处诗 是诗生杜甫所写的一首表现有情的唐诗 纳乌姆先生的女儿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 她本人也曾多次到访中国 在钟白交流日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 她用自习翻译的这首诗歌 表达了对来自中国社制组的问候 虽然语言不通 但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白俄罗斯朋友对中国的友好之情 从中学开始就到白俄罗斯学习音乐的中国留学生张元 是白俄罗斯音乐学院的博士 她和白俄罗斯国家音乐学院的演员奥列嘉 分别用汉语和白俄罗斯语演唱友谊公主题歌 钟白友谊长存 把交流日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也代表我们是这组 把一带一路特别节目的主题歌 录得呼唤 献给了先来参加活动的白俄罗斯友人 有波涛的海面 就有风帆 风帆连成片 远航不孤单 我的祝愿 如实书相传 每一句都是 爱的起点 虽然出道白俄罗斯 但是白俄罗斯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 给设置组每个成员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对于中国的友好与热情 也感染着我们 活动结束后 前来参加交流日的很多白俄罗斯友人 依然没有离去 他们向记者讲述去中国的南蒙经理 以及在白俄罗斯学习中国语言 研究中国文化的故事 刚才我们听到了 您把这个杜甫的诗翻译成了俄文 我想说 当然 中国语音 很有趣 很深刻 他非常喜欢中国的诗 他有个特别好的朋友 他特别感谢他的朋友叫高曼 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 在北京 他认识的一个朋友 给他介绍了中国的诗歌 因为他觉得 通过一个诗歌的学习 还有一个感悟 能够很好地了解到一个伟大的 中国的一个文化的底蕴 有一功礼 前来参加活动的七位白俄罗斯老战士 精神觉术 记者和组织这次活动的 有维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 一道向他们献上鲜花 表达我们的敬意 这几位老人当中 92岁高龄的阿列克谢 伊万诺维奇 也曾参与过中国东北的抗战 他邀请我们到家中做客 老人的家在明斯克市 福隆之区的一个住宅区里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 在送老人回家稍时休息之后 我们来到了他的家 他说不打扰不打扰 这是我们给您买了一些糕点 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老人和大女儿同住 他告诉我们 这套房子是政府奖励他的 在这里他已经住了11年时间 房子有60平方米 客厅比较小 两个卧室比较大 那我们今天在家里 怎么没有看到您的女儿呢 今天女儿在别墅 她今天也是从别墅 坐了出租车过来的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妻子 四年前去世 但是老人始终难以忘记 和自己生活了60多年的妻子 走进自己的房间 老人拿出两张 和妻子的合影给我们看 这是一张老照片 是什么时候 这是54年 54年的时候 他们俩刚刚结婚 这是一张结婚照 您年轻的时候 很帅气 奶奶也很漂亮 我们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是 54年的一张结婚照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他们两个结婚 60周年的时候拍摄的 就是钻石婚的一个纪念照片 这是他的初恋 也是他最后的一个恋情 我们在一起非常相爱 我们在一起非常相爱 老人说 老人说 这一生只谈过一次恋爱 就是和自己共度了60多年时光的妻子 老人还告诉我们 婚姻幸福的秘诀在于互相尊重 我看您的这面墙上挂了一些照片 我看您的这面墙上挂了一些照片 这一张照片是习近平主席和路卡申科总统给您颁发和平勋章的时候拍摄的照片 就是在您的胸前挂的这个和平勋章 这就是15年 这就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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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白俄罗斯时 在卫国战争博物馆 向15位参加二战的老兵 颁发和平勋章 这15位老兵中 有11位曾远赴中国东北 支援中国抗日战场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就是其中的一位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老人说 随着实践的推移 参加二战的老兵 大多已离开人世 但使他深感 自己有责任 把战争的惨烈 和白俄罗斯人民 保家卫国的故事 告诉后人 所以他会经常抽出时间 到卫国战争博物馆 去做义务讲解员 让后人不忘那段历史 珍惜今天的和平 这是给您颁发了一个什么奖 爱国主义教育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介绍 他高中毕业那年 恰逢卫国战争开始 当时他还不满20岁 就参加了保家卫国的 反法西斯战争 1944年 白俄罗斯解放后 他还曾远征到德国 继续参加打击 法西斯的战斗 后来负伤回国治疗 身体好转后 他又奔赴远东战场 在中国东北 负责运输武器给中国军队 那您是支援过中国抗日战争的 那都去过中国的哪些地方 在东北去过哪些地方 中国和白俄罗斯在法西斯战争当中 曾经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那想问问您是怎么看待 中白两国这种用心血凝结成的友谊 现在非常有意义 这可能是在这里 你们可能在网站上论 多少我现在帮助 我现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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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美国责任 食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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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帮助 现在 老人说时间过去76年了 有些细节他已经记不得了 但当时中国人民的善良 对他们的友好 他至今难忘 想问问您 在中国支援抗日战争 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故事 和难忘的中国战友 我们人人之后 了解下来 enterprises 有冰 Xing 我们去容易 在忧略 蹬行 那小子 我们说 与太独裁 那么 太太 这是 习惯 金 我ORTAN 亲 天色渐满 我们也要和老人告别了 老人执意要送我们下楼 谢谢 我手上拿的是我们远方的家 边疆型系列的光碟 送给您做礼物 这里面有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您可以看一看 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就是我们的节奏 这里是指导的地方 这里是指导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 你以前战斗过的地方 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光碟 了解一下现在的中国 是什么样子 你还可以看一看 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你还可以看一看 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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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您 祝您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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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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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色中我们词别老人 和白天相比 明斯克的夜晚更显宁静 中国和白俄罗斯之间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游异 在这里延续 白俄罗斯人民的友好与热情 也令我们设置组 每一个成员为之感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